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第一句话说 Why? 为什么呢? 就紧跟着上一段说 为什么这个不大可能达成协议呢? One difficulty is to construct the agreement 困难之一就在于起草这些协议 这个协议呢,刚才在12行开头出现了deal 这里换成了同一词agreement 我们说各种协议协定都能有agreement 这是避免了同一词的重复 那么construct,我们都知道可以表示建造的意思 建造一个房子 在这儿呢,是起草或者草拟写好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很简单 盖房子用砖头拼在一块 起草一个东西呢,是把单词拼在一块 拼成一个整体 这个好记,起草这个协议本身 这个条文就不好写,双方分歧太大 这个construct,你看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construct a sentence 就是造句嘛 把单词拼在一块,拼成一个句子 construct an agreement 起草一份协议 这是用单词拼那块写好的一个东西 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起草协议很困难呢 我们说了 The Americans would happily reach one accord on standards for medical devices and then hammer out different packs covering, say, electronic goods and drug manufacturing 咱们看看语法成本分析 这个美国和欧盟双方呢 从这个分歧很大 他说美国人呢怎么样呢 非常乐于达成这么一个协议 注意达成协议用的是reach one accord 这个accord就是协议 就是上一句话中的agreement 就是在第十二行开头那个deal 这是明显又是一个替换了 那么什么协议呢 on standards for 标准方面的协议 是为什么地区确定协议呢 for medical devices 可以看到目的状态呢 是为医疗设备达成一些 有关这个标准方面的一些协议 这是第一个句子完了 and 引出第二个病例句 然后呢 继续怎么样 他的主意还是美国人 所以呢 就用不着再说主意了 并且还要敲定不同的协议 大家发现敲定协议 跟达成协议其实是一样的 这里边这个hammer out 就相当于这个reach 是一样的同一词 这个协议又换成了packs 我们说这个packs 还有相当于compact 大家还记得生词中讲过 人与人之间的 公司之间的 国家之间的协议都行 你看协议到这就出现了四个了 第十二行出现一个deal 在上一句话出现那个agreement 这一句话呢出现了accord和packs 所以你平时没有储备的话 写长文章出现替换 就手足无措了 这个替换都对 并且秋定的不同的协议 什么协议 covering一直到继末 明显是个非为动词 当后制定语修饰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 它可以涵盖 比方说吧 这个sage插入语 表示比方说 顺便说一句 比方说吧 这个涵盖了电子设备呀 还有药品制造方面的 不同的协议 就美国人呢 希望能够达成一些细节性的 不同的小的协议 是这么一个 好 咱们看看里面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那个cover 就得注意一下 这个cover不能翻译成覆盖了 而是涵盖了 包含了 这个好理解 用布把它都包在里边 盖到里边了 不是涵盖吗 就类似中国涵盖吗 对吧 我们看 The course covers all aspects of business and law 这本课程 涵盖了商业和法律的各个方面 好像用过布包在里边一样 它不是覆盖的意思吗 涵盖了 包括了 用cover这个词 本文中的非必动词 主动用covering就好了 刚才类似的有好多词 可以替换它 比如更文言的词汇 embrace 或者encompass embrace这个词 本来可以表示拥抱的意思 抱在怀中了 不是这都包含在里边了吗 涵盖包括 我们分别读一下 embrace encompass 这个两个比较文言 也是涵盖了 或者是覆盖了 这个是都可以 我们看一下例子 The term mankind embraces 或者是encompasses men, women and children 那么人类 这个词 这个术语 包括了男人 女人和儿童 都涵盖在内 这是涵盖了 包括了 再看当年那些 考研的阅读真题 在考研真题中的片段 考研用语 这个是怎么翻译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the concept of private property embraces not only the ownership of a productive resources but also certain right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determine the price of a product or to make a free contract with another private individual 在美国的经济里面 这个私人财产 这个概念 涵盖了 你看这涵盖了 对吧 不但包括 对生产资料的 这个所有权 而且还包括了 某些其他的权利 包括一个确定商品的 价格的权利 就是定价权 还有什么呢 还有呢 与另外一个个体 签订自由协议 自由合同的 这个权利 都属于私有财产 你看这涵盖了 embraces 是什么来说 再看另外一道真题 Anthropology derides from Greek words anthropes which means human and local which means the study of by its very name anthropology encompasses the study of all humankind anthropology 大精神的背骨 叫人类学 人类学呢 derived from 是起源语 来自于呢 一个希腊文 第一个是anthrop 它的含义 表示human 人 然后logos 它的意思 表示study of 研究的意思 那by its very name 正因为这样一个名字 anthropology 人类学 包含了 所有人类的研究 encompasses 这一般现在是 加ES了 包含涵盖 encompass 和embrace 类似于cover的意思 都是涵盖在内 这个好记 本文中说 对这个 这些协议涵盖了 比方说吧 电子社品呢 从电子产品 还有药品制造 这个say 是假定 或比方说 一般多做插入语 say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 let's say 假定 比方说 一般做插入语 更常见一些 Let's go out for a walk say along the river 让我们出去散步吧 比方说 沿着河边散步 当然你不同意也行 咱们假比如说 随便说 say 或let's say 就比如说 比方说 这是美方的态度 欧盟不一样 他说 the EU following the fine continental traditions wants agreement on general principles which could be applied to many types of products and perhaps extended to other countries 欧盟 希望在更广泛的原则上 达成一致看法 大家注意 这个agreement 不能翻译协议了 为什么 协议是可数名词 在这是不可数的 不可数翻译成一致 同意或者是一致 这是达成一致 而不是需要这个协议的意思 注意可数不可数 意思就不一样了 中间两个port号之间 当然是个插入语结构 遵循着良好 欧洲大陆的传统 这个continental 这里有语境 就是欧洲大陆 continental 这个表示 特指欧洲大陆时 c大写小写都行 但一般如果是大陆的 一般用小写就行了 为什么默认这个大陆 指欧洲大陆呢 英国在欧洲嘛 我们中国人要说大陆 那当然默认的是中国大陆嘛 英国在欧洲 它大陆但是欧洲大陆嘛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就后面加定义从具 修饰前面那个一般性的原则 他说之前一般原则怎么样呢 它们可能被适用于 很多不同类型的商品 就不至于每个商品 定义协议了 那并且暗暗地引出 这个定义从具中 第二个并列成份 并且有可能被延伸到 其他的国家 就是这个协议 不光是跟美国适用 跟中国做贸易 可能也适用 所以欧盟希望 它有一个一般性的标准 不希望有具体细节标准 是这么一个 那么下面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就是follow follow不能盘着跟随 是遵循着按照什么什么原则去做 按照什么去做 是follow这个意思 咱们看在那个 一个老的美剧越狱 prison break里边 有这么一个片段 你看这个follow orders 就是按照命令去做事情 你看这个对话是怎么说的 把这片段怎么先看一看 这两个人对话 第一个说 you want to be dead Paul 是保罗 当时你想把我弄死 现在两个人成一个战壕的 当时你想让我死 这个保罗是just filing orders 只是按照命令来做事情吗 上之下派身不由己 just只不过是按照命令做事 send me to the chair for something I didn't do all for your president you're willing to do that 你要把我送到那把椅子上去 这个椅子就是electric chair 电椅了 处以急行了 因为我没有做的事情 而就去做这个事 要诬陷我 都为了你这个总统 你当时愿意这么做 这个人说 我告诉你怎么又啰嗦呢 just filing orders 只是身不由己 上之下派 按照命令来行使 这个片段咱们再看一遍 you want to be dead Paul just following orders send me to the chair for something I didn't do all for your president you're willing to do that just following orders 本文中呢 是遵循着良好的欧洲大陆的传统 这我们说了 这个大陆的continental 这个 当然这个follow 我们再再看 等会儿啊 咱们切一下 就刚才那个视频放完之后 切一下啊 好 这个follow呢 它 由它构成的固定搭配也特别多 你像我们有follow the herd 或follow the crowd 叫随大六 就是别人做什么 我们跟着做 随大六 这是个动词单语 还有一个的follow one's example 或follow one's lead 就是按照某人的做法 跟着他做 向某人来模仿 就follow one's example 或follow one's lead 都行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效法某人按照他的去做 I don't want you to follow my example 或者I don't want you to follow my lead and rush into marriage 我不想让你啊 效法我跟我学 匆匆忙忙就结婚了 冲入到婚姻之中 结婚太早不好啊 左右不胜可不好 哦 效法某人按照他去做 也是用follow这个词 所以follow构成的习语 还是比较多的 这几个常见的 希望大家记住 好 回到剧中 他说欧盟遵循着良好的 欧洲大陆的传统 我们说了这个continental 可以表示大陆的 大陆性的 也可以专门指欧洲大陆的 这个东西 以下continental climate 叫做大陆性的气候 这跟海洋性气候 可以同时记住 海洋性的叫做marital climate the maritime climate maritime这个词 我们到了第18课会讲 maritime是海洋性的 continental是大陆性的 大陆性气候 当然 但有的时候 也可以专门指欧洲大陆的 如果指欧洲大陆的 这个时候这see呢 大写小写都想了 也可以大写see 欧洲大陆的 因为英国人说 大陆默认的是欧洲大陆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 the continent 这个大陆 如果加定我词the 那么默认的也是欧洲大陆 这个时候同样的see 大写小写都可以 因为英国在欧洲 中国人说大陆 海峡 那当然 大陆指中国大陆 海峡指台湾海峡 而英国人有的时候呢 指那个海峡 the channel 前面加定我词的see 大写小写都想 他们指哪个海峡 the english channel 但是英纪里海峡 中国人海峡呢 是台湾海峡 你的语境不一样 所以默认的是什么 他们说大陆 是欧洲大陆 海峡是英纪里海峡 这个要明确 好 这个欧洲人呢 希望在更广泛的原则上 达成一致 老师说了 agreement 这里是不可署名词 不是协议 是一致 或者同意 这个意思 达成一致看法 这个一般性的原则 可能被应用于 其他的产品 那么被应用于 这个简单 be applied to 他来自 apply something to 把什么什么 应用在某个方面 只是被适用于 其他产品 就不光能够用在 这些什么什么 什么电子产品 这个东西 很多产品都可以用 并且可以延伸到 其他国家去 extend 延伸拓展到 我们加 cheese to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换成 spread to 可以延伸到 其他国家去 所以呢 就构成了 欧美双方 这个达成一致 是非常困难的 跟双方的目标 是不一样的 好 第八课 这个贸易标准 这里边呢 是充满了时代气息 谈到了欧盟和美国的 贸易的冲突 尽管看似是跟经济学相关的东西 但很多的一些词汇句式搭配 无论什么样的作文 咱们都可以用 所以 把一些好的词汇大表的看懂 提高咱们高级阅读和写作能力 还是很有帮助的 好 第八课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咱们就修到这 谢谢同学们